关于柑橘皮好处相当多的根据现代医学与中医的相关研究 柑橘皮中含橙皮肝和维生素P能保护血管丰富果胶有助排便降低血压和胆固醇 英国研究发现柑橘皮的右皮素可以抑制肾囊肿形成可用来研发治疗多囊性肾病心药多囊性肾病为一种遗传性疾病可能引起高血压 丧失肾功能甚至必须洗肾荷兰研究发现肉皮素摄取愈多减重效果愈好以上是现代医学的研究发现 下面我们谈谈古老中医对橘皮的看法 柑橘在中药看来可治疗肠胃 柑橘的酸味对中医来说也有养生效果 中医点击提到酸味入肝精冬天吃点性味偏酸的柑橘也能为来年春天储备能量 从橘皮尘皮、橘落、橘肉到橘盒都有健皮、开胃、礼器、行血通落 只可化痰效果而橘皮分成三种成分分别各自对人有作用 哪三种成分与作用 我们在下集再为大家分析使用柑橘皮时 如果有慢性病的朋友要注意哦 请使用前咨询医师、中医师或营养师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